深化医改再出政策措施 药品集中采购 药价降了多少 能让老百姓 切结实实地用上好药 能用得起这种好药 调动医生企业积极性 药价回归合理水平 供给如何稳住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 今天晚上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今天我们要评论的 关键词是 一改和要价 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社科院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副主任王震 一位是央视财经评论员 刘哥 欢迎两位 那今天下午呢 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国务院一改领导小组 国家卫健委 国家医保局 以及国家药监局 四大部门的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以药品集中采购 和使用为突破口 进一步深化一改的政策措施 有关情况 我们看到在药品领域改革方面 围绕药品采购 供应质量等重点环节 将会推出六条举措 比如其中就讲到了 要优化集中采购模式 有序扩大药品品种范围 构建全国药品公共采购市场 和多方联动的采购格局 积极推进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加快建设药品信息化追溯系统 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 药品生产流通市场格局等等 一共有六条措施 非常的细致 那其实相关的试点 已经在11个城市 落地近一年了 到底效果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记者的采访 数据显示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的 25种重选药品 价格平均降幅52% 最大降幅超过90% 预计为患者节省药品支出 约23亿元 能让老百姓 切切实实地用上好药 能用得起这种好药 那么第二个效果 是整个的对医药行业的生态环境 比如说我们用带量采购 来根除带进销售 通过这个医保的这样一个 就是预付 医院的基于激励 能够营造一个新的 一个比较健康的这种利益机制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 2020年将进一步扩大 国家组织集中采购 和使用药品品种范围 国家药监局负责人表示 将加快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 审评审批速度 来满足带量采购 对药品的需求 目前国家药监局供审评 通过323个品规的一致性评价 涉及123个品种 批准的新仿制药 共计113个品规61个品种 加快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 审评和审批 特别开通的绿色通道 对仿制药评价申请 做到随到随审 前期已开展代量集中采购的 25个品种 全部是已经通过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 去年的医保局 是会同卫健委 药监局等多个部门 在11个城市 开展了药品集中采购 和使用试点 那刚才这个短片中 我们看到记者的观察 是这一年来 的的确确是降低了 患者的费用负担 刚才提到有的药品的降价幅度 甚至高达90% 我也想问问两位 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试点 有什么样自己的观察 是这样 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懂得这个药价 是下降了50%多 我们这个可能直观感受不大 但是有一些具体的药品 你比如说这个 像我们经常用的降制药 阿托法塔丁 从6块3降到了2毛钱 当然了这个降价 可能我们不去用这个药的人 感觉不到 但是有时候下去掉 让人到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 一些农村的老头老太太 他们用这个药 而且每天吃 对 就是说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就是负担的一个环节 很难想象 6块3到两脚钱 还不及原来的一个零头 对 最高的 我计算了一下 有下降96%的 那么这个可能在这之前 包括这个市场 整个可能的预期 都没有去会想到有这么大幅度 但是因为它的 这个7加4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招标的 这个药品的带量采购的 这个招标的活动 在去年年底12月6号的时候 那么它开的是暗标 也就是各个通过一致性 这个检验的这一些 他们要把自己的底价写出来 因为互相之间要比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不出一个底价呢 那可能呢 你的原来的这个 在市场里面主流的这个位置 你就没有了 所以呢 很多企业来说的话呢 可能是很心疼 也 他们自己就形容的话呢 也很惨烈 包括后来证券市场上反映的话呢 也掉得很厉害 但是呢我们能看得出来 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常用的 这样的一些 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药的话呢 是有非常大的降价空间的 而且我们是有办法 让它降下来 关键是通过了定量采购 也就是说你给它量的保证 这样呢就让企业的经营 有一个预期 也就是说 我降到这个程度了以后 这个钱马上是能到的 那么这样呢 我就会按照 我在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上 我来计算我的运营成本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这个预期非常的清晰 我觉得呢 企业之所以能够接受的话呢 就是这一点 它是一定要带量 那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 未来到底有多少的 这样一个药品 能纳入到这样一个池子中去 那去年是11个城市的试点 我们知道 现在已经扩大到全国了 但是药品的品种 还是保持在25个通用的 通用名的药品 那接下来要持续进行 深化改革的话 未来会怎样继续扩为呢 这样这个今天下午 我们看到这个 出的这个政策文件 专门说了叫有序扩大 我的理解是这个这么两点 一个呢是说我们这个 要考虑到每一种药品的 具体的情况 考虑到它的市场的 这个供应状况 考虑到它的临床 使用的这个状况 那么考虑这两个状况来决定 我们叫有序扩大 那么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 有一些没有纳入到 国家采购的这个范围中的 我们这个文件中也说了 我们要逐步的放开 省级的集中采购 由省里就省一级的各省 再来做这种集中的带量采购 符合什么样标准的药品 可以纳入到这样的一个范围呢 我的理解啊 一个是说我们的这个市场供应 比较充足 就是说这个 我们在做带量采购的时候 有更多的选择的这一些药品 那么第二个呢 是说我们在临床上 应该是使用量比较大 就是说我们同样说的 这个常见病多发病 常用药的这一些品种 应该说是逐渐的来 有序的把它扩到这个范围中 这个国家采购呢 它还是要满足基本需求 也就是说两条腿走路 就是一方面呢 是国家采购的这一部分 它带量采购 另外呢一方面的市场化的这个药品的话 还要保留 而且要保留很大一部分 因为呢就是说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讲呢 如果我们所有的药的话呢 都通过这样的一种最低价的方式呢 那可能有一些企业的利润就没有了 所以他要从肠记忆呢 还要有一些他自己 要激励他的这种原原药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所以呢还是要有很多药呢 反正要通过市场的方式 然后来进入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社保体系里面 医保体系里面 但是呢那些最常用的 最基本的疗效 已经证明了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些 而且呢仿制的门槛也没那么高的 这样一些药的话呢 可能逐渐要进入到 我们的这个篮子里面 老主任刚才要一些补充 我觉得就是这个要充分的 就是说这个文件里说的有序两个字 就是说第一个呢 我们要确实要保证这个药价的降低 第二个呢 我们还要给这个药品的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 一定的利润空间 让他们我们说叫有可持续性 有可持续性 给他一定的盈利的空间 他们可以持续的发展下去 没错 我还特别注意到 今天发布会上提到了说 在现有的政策的导向之下 进一步明确的集中采购的方向 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破冰前行 那接下来还有哪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是需要去破冰的 说这个两个 就是说带量采购 带量采购 核心是量的落实 量不落实 我们说很多其他的事情 你就无从谈起 价格之所以能降 是因为我有带量作为一个前提 那么要带量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要破除以药养溢的机制 我们叫带量采购 要倒逼公立医院的这一个改革 这是这个第一点 那么原来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药品的这个销售 这个代金销售也罢 以药养溢也罢 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那么我们通过带量采购这一点 我们叫切断以药养溢的这一个 我们叫动脉 给它切断 然后形成一个什么呢 我们叫风清气症 良好的一个医药市场的一个供应的格局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仿制药的评价体系 我们知道围绕着提升药品质量 国家正在积极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 就在上个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是正式发布了 第一批鼓励仿制药目录 目录一共33种药品 都是临床必须疗效确切 供应短缺的药品 不仅让患者用上了用得起的药品 也让药企的生产和研发更加聚焦 此次发布的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 相比高价的原研药 仿制药具有相同的治疗作用 同时由于相对低廉的价格 仿制药成了患者减轻医药负担的选择 廉价短缺的药品这是一大类 第二类可能就是一个专利到期了 或快到期的药品 还有一种就是抗肿瘤药 儿童用药 罕见病用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重大的传染疾病的 这一类的药 北京的一家药企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市的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 进一步明确了医院的临床需求 也让药企避免了盲目性 研发和生产药品更加聚焦 罕见病用药量相对少 但资金的开发投入并不少 周期较长 在药品审批审评方面 说短时间使药品尽管上市 通过国家组织集中采购等机制 仿制药价格已大幅下降 去年以来仿制药价格平均降幅在50%左右 业内专家表示 仿制药是全球各国医药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行业的前景非常广阔 2018年的时候 仿制药的市场占到1.1万亿的规模 按照国际通用民药物的发展增长趋势 每年10%左右 在2022年到2025年 有可能很快可以达到1.5万亿的市场规模 刚才我们嘉宾在上一段访谈的时候 也都提到了企业的积极性 该怎么样去激发和维持 的确现在在这个改革推进过程中 大家有一点很关注的 就是一方面如何提高企业的这样的积极性 另方面又怎么样避免企业为了去中标 而恶意地去降价 其实也就是说怎么样保证我们的供应是稳定的 同时又能保证药品的质量 是让大家放心的 这一个就是药品的供应 就是防止刚才说的低价中标 然后恶意竞争的这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下边 在落实量的这个上面 一定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落实到这个带量采购 要把量给落实下来 给企业一个稳定的一个预期 一个对于它来说 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流 来保证它的正常的经营 也保证它有一定的这个利润空间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说到这个 药品的这个质量上 药品的质量呢 我们这一个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带量采购的核心和重点 就是我们这一次带量采购呢 是保证过了质量 也叫一致性评价 就是保证了药品 叫同质量竞争下 我们才来做价格竞争 那么在此之前的采购 集中采购 很多时候是说 我没有做到这个质量的这个一致性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 就是说我这个中标了之后 我就降低这个质量 然后以次重好来 就是说我低价中标 但是呢我呢通过这个质量的降低 来保证我的这个一定的这个利润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 一个是我们要把量落实下去 第二个是说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观 严把质量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一致性评价 要严格 要准确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还是要加强这个质量的这个监管 在使用的过程中 所以就先把规矩咱们先立好了 对 对于这些药体来说 肯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因为在这里面很纠结 如果你不报一个很低的价 可能这个市场让别人拿走了 但是呢你报了一个很低的价格 可能你的利润会受损 但是呢 因为在大部分的市场经济的 整个的这个招投标的过程当中 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则 医药企业为什么不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规则 来最后建立起来这个价格呢 对吧 那我们无论是去这个建一个工程 还是去政府采购一个什么样 它通行的是这样的一个规则 当然这个规则 是不是现在是一个最完美的规则 那可能我们要在过程当中 不断地修改和补充 但是呢 这个基本规则 它就是一个 我通过 我 甲方 那么我们这个医药 这个医保局 那么代表整个我们的这个医疗体系 我们进行一个采购 那么大家低价来 是价地者得 那这是一个通行的一个规则 前提是过一致性评价 我们叫同质量见证 你要达到这个水平以后 如果说陷入到我低价中标 然后降低质量带低价 这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对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希望享受更好的 这种医疗服务和更好的 这样一个有保证 质量无保证的药品 那咱们说这种药品的集中 采购和使用 从长远来看 对于我们的医疗服务 和这个医药行业的发展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说这个几点 第一个影响就是 就是改善我们原来的药品 流通环节的一些混乱的状况 原来我们说这个带金销售 靠这个都回扣等等的这一些 来保证自己药品的这个销量 现在变成说 我就给你带量采购 给你订好了 我们说形成一个良好的 一个药品供应的这个格局 以往的那些事就不要想了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减少 有效地减少我们药物的滥用 实际上原来的时候 我们有大量的药物滥用 就是为了 拿回扣 拿回扣 有更多的收入 有一个药物滥用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带量采购 那么把这一个钱省下来 就是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我们这个文件里还专门有我们是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的改革 对对对 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对医务人员的支付体系 让他们能够光明正大的获得这个收入 而不是通过我这个药品的这一个回扣 来获得这个收入 这是第二个就是减少药物的滥用 形成良好的医疗服务的格局 那么最后我说一个就是这一次 四中全会提的 叫提高我们整个的医药领域的治理效能 我们整个的治理能力和治理能力 要通过这个带量采购作为一个突破口 来真正的把它提高上来 对 这个带量采购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我们讲有医疗 是吧 有医保 还有医药 这三支力量 所以这三医药联动起来 进行综合性的改革 才能够把这件事情解决好 那么比如说现在 以前我们很多的医院 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 医药养移的这样的一种惯性 那么现在在这个空间 越来越压缩的时候 那么医生的薪酬 是不是能够按劳复仇 而且按照他们的技术含量 是吧 他能够挣到体面的 有尊严的这样的一份工资 那这样的一个改革 你必须要跟上来 对吧 这一次我们文件里边 专门提到了两点 一个是说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 对 这个要做到一个动态调整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的改革 对 要突破 这必须要跟上来 对啊 要不然呢 这个医生在处方 开处方的时候 他脑子里头 到底只想着你这个病 还是说我要尽量的给你多开药 或者是尽量的少开药 这都是不对的 是吧 那就是说我们的长期的目标 一定是说在医生给病人开药的时候 脑子里头没有说要多开一些药 或者少开一些药的 这样的一种概念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目标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呢 可能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也是很难的一件事 但它一定应该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没错 好的 谢谢两位的讨论 那酱药价集中采购 到底够不够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广告之后 节目继续 欢迎回来 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发布 新一改拉开了大步 围绕切实缓解 看病难 看病贵的改革初心 这十年来 国家在一路探索 破冰前行 那今天我们所关注的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 可以说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 但也是一改的必由之路 走过去 我们一改的初心和目标的实现 就离大家又近了一步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参与话题的讨论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